文Ai猜评求许穷,别如同这家女首富周小光这次灾了,她极其控制的星光集团,被列入最高法院被执行人名单,获取债券违约。 9月2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趁发行总额20亿元,票面利率6.5%的15星光01-135319,SH本预计于2018年9月22日进行回售,本应于今日支付回售金额17.40亿元,第三个复兴年度利息1.3亿元。 在截至9月25日,公司上海证债券回收资金,网至指定银行账户,15星光01-2015年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金额20亿元。 陷入债则违约风波之前,56岁的周小光曾投顶,最励志的女企业家的耀眼光环,17岁百刊卖绣化样品,后开设全国最大视频场,还是一屋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 多年苦心经营后,她掌舵的新光控股集团设计饰品,高端制造业,地产,互联网,金融,投资等行业。 目前,新光控股集团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近百家全资责公司及控股公司,余40家参股公司,总资产间800亿元,周小光的身价也不容小觑。 在2017年胡润百负榜中,周小光,愿意先付付以330亿元,得身价至于65位。 2018年,周小光名利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第26名,媒体人杨兰曾借一样品,兼怕难以按时注入。 事实上,深交所已要求新光原成,详细披露收购资金来源和备案情况。 目前,新光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基本已全部质押,收购近的寥寥,停牌却带来好处。 自1月17日起,新光原成在公司市值一路上涨,周小光的财富值没有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当其他女富豪们财富缩水时,周小光的财富排名缓慢爬升,就在10天前,周小光凭借36亿美元,的身家稳坐最将于首富的宝座。 她的全国排名,甚至高于百度CEO李彦宏夫人马东敏,19年前聘请职业经理人,和35名家人过群居生活。 2017年12月8日,周小光长子于江波大婚,婚礼在义乌香格里拉酒店举办,宴会厅铺满粉红色花瓣。 杨岚主持,她是周小光中欧国技商学院CEO班同学,是华洛士奇水晶接班人致辞,董文华献唱,于江波的妻子,是义乌森与控股集团董事长于乔县的女儿。 这对新人民在英国留学乡之相恋,周小光和于巧仙,是相识20多年的好友,出生于1985年的于江波,于2008年回国,在家族企业任市场销售总经理助理。 2010年,10年25岁的她正式接班家族的饰品业务,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取代聘用合同到期的职业经理人,周小光开创了义乌家族企业外聘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先例。 1999年,家族第二代还在上周,学和小学时,周小光就聘请台湾职业经理人打理家族生意,他是在中央党校系统学习实习的这套思维的。 从家庭市租到企业,向大型企业过渡过程中,星光遇到管理薄弱,凭经验,凭感觉,只知道埋头苦干,每天忙于市场和技术的难起。 1999年后,周小光先后招聘多名职业经理人,入职星光集团不同管理岗位,最多时,有二三十名台湾人在星光从事管理, 他们将财务、仓储、生产、销售、人事所有的管理体系打通,建立起一整套有章可循的规范程式,事业上信奉职业经理人制度,回归生活的周小光,全国家族群聚生活。 周小光是家中长女,下有六个妹妹,一个弟弟,星光集团总部大楼,一至五层是办公场所,六,七层则为周小光家族三十名成员的生活区域,六层是大客厅与餐厅,七层有许多间卧室。 2013年,新来王记者,目睹过周小光家族的就餐情形,到晚六点钟准时开饭,餐厅的红木圆桌摆放茄子,豆角,空间菜,梅干菜,带鱼,山岗排骨糖等十多个家常菜,大部分食蔬菜与猪肉均来自星光集团下属的农场。 周小光夫妻,周家父母与余家父母,还有几个妹妹,妹夫及孩子,十多个人没坐在一块儿,每天中午吃饭的家族人员更多,二三十元能作骂两桌。 周小光非常孝顺,2012年,为拍摄纪念父母结婚50年的视频短片,他穿回旧衣服,拿起农具干活。 2016年,有35名成员,的周小光家庭,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一年前,胡锐百夫招榜周小光,他说自己出了工作没有别的爱好,欲望也比较少。 他最关注的是,我将要把我的企业带向何处,而且也是眼霞行光集团与资本市场共同关注的。 像周小光,起初只是一棵小草,却有顶破十把的顽强力量,但今天找了一棵大树,不忘播扫更多的阴凉。 这就是周小光的人生,一个女人的传奇,这一传奇如何起步,而今为何难失传奇,也许从周小光的人生经历中能寻到答案。 30亿债券为约9月27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最高法院被执行人信息平台发现,一位名叫周小光的女性,近日被列为被执行人。 其身份证号码为330亿724119621星星星0541,执行法院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时间是9月21日,案号2018至18号,执行标的30660048。 接近新光控股的某率所向新京报透露,新光控股创始人周小光,的身份证号码,正是33072419620541,而在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起查查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近日收录了一条被执行人信息,其案号同样显示为2018至18号,案号,执行法院,立案时间, 执行标的君与周小光的执行信息相一致,20亿债券之外,新光控股集团另有麻烦,上海清算所称,发行金额为10亿元的时期新光控股CP001,新光控股集团2017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同样于9月25日的期,但仅收到部分本金及权额利息资金,这意味着,新光控股集团构成实质性违约,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新光控股集团本计划在9月27日召开交通会议,外的数据显示,迄今新光集团仍在存续的债券,还有16新光债,16新光01,16新光02,16新控01等67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16新光债,15新光01,15新光02两期公司债, 以及17新光控股CP001,17新光控股CP002两期短期融资券,其八星规模合计166亿元,目前剩余的债券融资余额,累计超过100亿元,而早在2017年下半年, 新光集团就被机构怀疑其主体流动性危机,随后公司债券价格一路下跌,2018年1月15日, 十一新光在因为交易出现一场波动,被上交锁临时停牌,当日下跌40.82%,临时停牌前报58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3月,新光控股的评级从AA稳定上升至AA加,五个月后,新光控股集团以7.5%的利率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7.1亿元短期融资券, 8月31日起即息,当时集团7下上市公司新光,原成发生,后续将有多项战略融资计划陆续落地, 将在此经验上有些保障集团多项战略性业务转型计划向纵身发展及实施, 情况在9月25日晚间急转值下,受新光原成债务危机影响, 联合信用评级公告称,鉴于新光控股目前公司资金非常紧张,到期兑付存在极大的不, 确定性,联合评级决定下调公司主体核15星光01和15星光02信用等级由AA加至CC, 并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风波发生两天, 只有新光集团发言人,学震出面回应媒体,他接受了人民网, 前将晚报的采访,表示2018年以来,公司已如期兑付各项债务本息约90亿元, 导致短期兑付压力陡增,流动性不足成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 此次违约,除企业自身在流动性管控方面存在前缺外, 学军认为受金融形势,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响, 关联评级机构爆出负面事件,一定程度延缓的公司夺下重大融资计划的进展, 学军强调,违约发生前,新光集团已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寻求解决方案, 包括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积极沟通,积极筹措资金,处置资产, 以求有效保障债权持有人权益,公司以计划召开债权持有人首轮沟通会, 面对面介绍相关情况,展示生产经营现状, 讨论后续常债方案,危机在前,实际控制人周小光, 却始终保持沉默,颇为微妙的事, 9月23日新光集团微信公号, 转发了一篇周小光近期多客视频访谈节目的文章, 文章中,他回首了40年创业录, 面对当年的磨练和苦难的提问,周小光的回答, 在如今看来显得意味深长,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样,想想那个时候一无所有, 我觉得我现在哪怕是什么没有, 从头再来,我还是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所以不管怎么样,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都会去面对他, 在美国人的前17岁之前, 周小光一直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 1962年,他出生于浙江州济农村, 村子被大山环绍, 需不行六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车站, 出生义乌的母亲秉称鸡毛话堂理念, 是长女周小光人生中第一个创业导师, 12、13岁时, 周小光就跟着母亲到义乌买红糖或针头现脑, 带回老家农村后换成小麦当米, 扫把鸡毛, 以及塑料凉鞋, 解放鞋费去的鞋底, 17岁那年, 周小光揣着从母亲树借来的几十元, 离家闯荡, 那时她的梦想很小, 渴望努力赚钱给爱美的妈妈买个金戒指, 全存三千多人, 周小光是唯一选择闯世界的人, 此后六年, 他靠一本中国地图, 走南闯北, 过着白天白地摊, 晚上坐着赶路的日子, 江秀品, 针头掀脑最远迈的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一春, 他赚了两万元, 给家里添了全村第一台彩电, 1985年, 周小光嫁给同样卖绣花样的东洋人云芸, 并在义务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里买下一个摊爱, 那会儿, 周小光管售卖, 与云芸跑广东进货, 加塑料, 玻璃制作的头花, 雄花, 二环, 戒指, 源源不断输入自家攀头, 食品经销模式一直持续到1992年, 当时, 周小光被泰湾一家这名食品企业选为, 代理商, 担长, 出现客户着急提货, 企业无法供货的现象, 办事品尝的年头随之而生, 1995年7月, 周小光夫妇拿出700万元, 继续新办事品尝, 星光之明举, 自夫妻俩姓宁的最后一个字, 当初就是一无所有, 大不了再重新开始, 念到这口头禅, 周小光开启了食品创业开挂之路, 他请来曾在村支部担任会计的父亲, 负责管理公司财务, 450多名工人, 城市从广州市聘企业招来的熟人工, 40多名技师与管理人员, 正在台商市聘企业工作多年, 周小光为引进人才花了150多万, 效果是明显的, 这在新公司头一年就设计, 开发8000多种款式视频, 一款式多, 新, 迅速在市场打开局面, 而自1997年起, 周小光与设计师频频参加世界各地食品展销会, 与此同时, 新光公司每年投入100万元, 搜集资料和情报, 有次, 周小光在美国出产, 毫不犹豫, 他了2.4万美元, 购买一张梦老牌食品企业的产品设计构资说明书, 2000年5月, 世界流行视频展在香港举行, 全球600多家饰品企业参展, 周小光鼓足了近, 组织公司所有设计精英, 上加6000多个新款式饰品, 专门用于在港展出, 作为大陆首家参加此类展会的饰品企业, 新光公司是吸引了央视及国外众多媒体的注意, 来自亚美, 欧洲的70多个客户为助展位, 与周小光签下一笔, 又一笔订单, 八名番, 亦不够用, 周小光只能临时在香港新聘了四名, 至此, 已是国内饰品领先企业的新光, 典定了在国际饰品市场的地位, 2001年4月, 新光与世界饰品材料巨头, 奥地利施华洛士奇公司正式合作, 施华洛士奇掌门人向他当面告白, 尊敬的周女士, 您是我们全球最大的客户, 采购量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所有企业加起来都大, 进决国际市场后, 周小光的商业秀却依然灵敏, 2002年91事件后, 美国国内爱国情绪高涨, 国旗被抢购一空, 周小光立马让设计师拿出几十款, 适用美国国旗与和平革图案的饰品, 以呼吁和支持和平, 反对恐怖行径, 从设计开发到上市, 新光公司仅用一个多月, 美国刮起新光旋风, 美国客商一次订货30多万美元, 连时任美国总统不时都别让带有国旗图案的领带家, 难怪一巫多年流传一句话, 这将有一巫, 一巫有新光, 而周小光, 也从农家女子蜕变为购建的中国饰品女王, 70多亿元建政中第一高楼, 2004年是新光公司历程上的分水岭, 此前, 新光专注于流行饰品业务, 之后出于发现其他产业财富更快增长的新机率, 周小光顺利了从丰衣饰品经营向多元化转型的思路, 进入房地产和商业零售行业, 他创办新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继而收购之间外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先后成功开发上海, 成黄阳福又能小商品市场, 金华欧景名城, 千岛湖皇冠杜亚村等项目, 一屋世贸中心大型城市综合体备, 欲为这中第一高楼, 高215米, 总建筑面积达48平方米, 它是新光房地产公司, 独自投入70多亿元建成的, 如今, 新光集团是这中地区本地品牌, 中最大的一家开发商, 商业零售业方面, 周小光同样动作不小, 他先收购控股, 在上海黄金地段, 拥有张小泉的六家老字号商店的美丽华集团, 又通过股票二级市场, 收购上市公司武汉中百六千四百五十八万股, 占股底百分之九点四八, 与武汉中百第一大股东取股底力百分之十二点八九仅一步之一调, 这一度引起武汉零售业从业者的恐慌, 十年间, 新光集团发展为集市业, 地产, 投资, 商贸等多元业务, 于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 至2012年, 旗下有21家全资资公司疾控股公司, 近百家参股公司, 总资产达200多亿元, 2016年4月, 新光原城借客马鞍山邦远回转支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上市, 那天, 周小光与身穿大红色封衣外套, 配戴粉红色长丝巾, 笑盈盈的与其他三位敲中人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保重, 耗费两年的上市历程, 周小光面对媒体时并不愿多言, 但据其丈夫云云新描述, 在准备上市期间, 为规范企业所有的资产及资金等来人, 他们夫妻二人抵押许多资产, 并且巨大困难树立资产, 在于云新, 看来, 那是夫妇两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为什么选新光原城作为上市公司, 上市需要具备多种条件, 企业的财务, 模式, 盈利能力及市场规模等等, 都需要规范, 新光集团虽发展了许多领域, 发展也很迅速, 但他们目前没有更多的利润来上市, 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 最终选择了新光原城, 2017年, 他接受胡热采访时说, 钟小光最近一次资本大动作发生于2018年1月, 新光原城停牌500亿现金收购中国传动, 纳费资本市场施为蛇吞向, 新光原城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表显示, 新光原城前三个月净利润亏损, 6884.59万元, 账上货币资金为1.91亿元, 筹资现金流量金额为负5.32亿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自2017年开始一直为负, 资产总额为160.06亿元, 流动资产合计为96.59亿元, 反观中国传动, 2017年总资产为274.38亿元, 收入为82.42亿元, 其中, 总资产是新光原城的1.7倍, 截止2018年7月4日, 中国传动总市值185.77亿党元, 为解决收购资金, 新光原城选择向控股股东新光集团借款50亿元, 一个多月前, 周小光对媒体表示, 对新光原城的50亿元借款会如期间, 到期的债券等资金都会按期偿还, 而今, 沐公司新光集团已深陷流动性危机, 这比百亿收购资金,